大家好 这里是聊聊吧 这个是我本来的灯管 我现在把它换下来换成一支 新的灯管 新的灯管 那这个是T8的灯管 我们之前有谈过 灯管分成T8 T5 LED 他现在还有桶灯 那现在这个是 之前AZOO的 灯 灯 等下他说他算是 灯架 那其实他是 40瓦的 两支40瓦的 灯架 但是里头是T8的 那 大概是2006年买的 大概4年前买的 那现在呢 其实 因为 光线的关系里头是两支T8灯管 然后用了 蛮久了一阵子以后呢 现在 想说把它换成LED的灯管 所以这个就SANS拿下来了 那LED的灯架有一个好处就是他的 同样目前的 发 发光系数 现在LED的灯管量很多 那其实 当然了 T8也没有说不好 但是他T8的灯管 像这个灯管 这灯管会有 衰败的问题 像这个旁边已经黑掉了 他的光线已经有明显的射衰的状况了 那这时候呢 你还要再去找T8灯管 是不是有时候不好找 所以就比较麻烦一点 所以目前我就考虑把这一组淘汰掉 换成新的LED的 灯管 那LED灯管大概是 42瓦左右 跟他的瓦数差不多 跟他的瓦数差不多 那T8的灯管的穿透力没比较强 但是 其实 其实我那两 这一次换着LED灯管的穿透力 我觉得还不错 下去的 光线非常的强 他号称就是在30公分的地方有10000兆度左右 非常 一万流明的光线左右 非常非常的强 那 我透过了水草钢的外层 去测他的 流明数 都还有6000多以上 所以表示他的光度是非常非常够的 在两尺钢的左右的大小 是非常非常够 那这个可能就到时候就要淘汰掉了 然后换成新的 好我们看一下新的 看到这一个 这一个就是 新的LED 那他其实很薄 现在设计都可以到好薄 你看这个薄薄的 跟以前那个灯架是完全不一样 以前厚度要非常的厚 现在就薄薄的就可以 那当然了里头一定会有白光 蓝光 跟绿光 然后跟红光所组成 那其实他效果下 我觉得是蛮明显的 因为现在还刚射钢 前面的 帕地海珍珠刚下去 那他现在昨天都有产生冒泡的状况 是 状况非常非常的好 那其实呢 他的 不过他真的是 发 我觉得他的 发光系数 比之前的 T8的效果好很多 那他因为他这个是 都是装1瓦1瓦的LED 然后总共装了42个 所以他的发光效率 他的 耗电量就是42瓦 每小时 那其实我一天照10个小时下来 大概是0.5度左右的状况 那 有人说这样子够不够呢 其实我觉得 这种的 TLED的灯 他是垂直灯 所以他比较不会有散色灯 所以我后面又加了一支给他 后面又加了一支 之前这个是之前的 然后一直保留下也是LED的 然后跟他就两支 混合成这一个钢子 那不然呢我觉得他的那个 他的 光线会变成前面有光后面没光的状况 因为他好像 他的灯架的设计就是没有那个反射版的功能 比较没有可以 旁边的散色光的功能 OK 那其实就是换了一支 那这个其实 我觉得现在感觉像效果是还不错 而且他重点是他很薄薄薄的一个 然后 相对旧型的他小很多 你看旧型的 他还是这样子厚厚的 那这个是薄薄的 那目前我在两个中间放了一个 左手银所介绍的那个 前几天所介绍的这个 风扇 经过几晚下来发现他晚上的时候可以降到快27度C左右 我们2627度C左右 那白天再回到28度C左右 那所以其实他的效果是非常的强 只是水降得非常快 你看这昨天的水 在这里 今天已经掉到这里来 今天就要在补水的状况 OK 那这个就是新的 新的LED 我觉得效果不错 效果不错 现在有很多可以选择 除了这种 比较窄型的LED 也有桶灯型 效果 可以掉起来的 现在非常非常多 因为现在LED的设计 跟他的功效 我觉得越来越强 跟好几年前 不太一样 OK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们频道 记得订阅跟分享 今天只是分享一下 LED OK 我们下次见囉 拜拜 拜拜